各位小财神,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我是宝可梦 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前哨战的单元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第三个故事 其实也是蛮可歌可泣的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在网路上或者在电视上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电视名嘴 在跟你分析产业趋势 然后目前个股的状况是怎样 那如果你真的照单全收,你会赚钱吗? 今天的这个第三个惨痛的故事呢 就是这些电视名嘴害了我们的投稿者白小姐就是心血全无了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来看看你就知道哦 好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是10月23号白小姐的投稿 那她说,对我来说 最失败的投资经验就是听信名牌胡乱下单 好,那你也知道 说真的,我们的所有的投资都是应该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 好,去下的决策 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听信名牌 我认为你有很高的几率会赔钱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甚至我们自己的心理素质 投资心理素质没有做起来的时候 你期望它会涨 但是你买了它就跌 你会不会怕 一买跌10% 想说,哎呀 我的这个底线是-10%我要出场 就你马上就出场了 所以你的本金,100万马上变90 然后你又再听老师报下一个名牌 说,这个铁钻 那你一买它又跌 哇,那你就再出场 那你的钱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你就会被人家当作是韭菜给收割了 好不好 到底怎样的产烈故事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出社会的我,除了一点小钱 决定开始我的投资人生 身为一个刚投入股票市场的菜鸟 满满股海不知如何选股 于是照着电视上投顾老师报的名牌下单 毕竟他们总是西装笔挺的出现在电视机里面 口墨横飞的说着EPS本益笔 然后笔手画脚的说K线均线XX线 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你会相信他 因为人真的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那你口墨横飞你讲的就算是bullshit 你只要穿着西装笔挺 人家就会觉得你是something 你是somebody这样子 所以的确他们一定要穿着西装笔挺 但是我跟你讲 他不见得真的在股市上赚钱 他赚钱可能也不会跟你讲 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他有赚通告费好不好 像宝可梦上节目一集大概就3000 这都基本款 3000块如果你想想看 你一天一个礼拜五天 那每天你都去上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财经节目 一集就3000 五天是多少 15000 那你如果一个月去四个礼拜 连续20天 然后每天都去上一个节目 讲一个小时好了 这样赚多少 赚6万块 比一般小资组3万块的薪水 再多一倍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电视名嘴 基本的薪水 那如果你一天赶个凉场 周末再加延场 好不好 那你晚上如果又有什么活动的来宾 你再去一下 我的天啊 那你可能八九万十万块跑不掉 人家是这样子赚钱 那你是怎么赚钱的 你是听了他讲的话来买这个股票吗 我觉得被当炮灰的几率比较高了 再来 菜笔八的我坐在电视机前面 眼睛看着电视上老师的爆个名牌 手里拿着纸笔 狂抄笔记 哪只股票打底完成准备突破 哪只股票如果跌到几块钱可以买进 哪只股票明天开红就有机会突破钱高 考大学连考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我 为了赚钱 很努力的把这些都抄了下来 准备明天拿一个大杀四方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交易对手 为什么要把股票卖给你 你知道卖给你的股票的人是谁吗 他有没有可能是外资 有没有可能是证券投信业者 他们有一整个投资团队在背后 为他们做投资报告分析 所以他研判未来的情势是什么 甚至有内线 好不好 所以你就傻傻的人家 人家说现在可以买你就买了 那你买了你就堆高了 那堆高之后人家收割 你就变韭菜 所以我觉得投资的买进跟卖出 这个决策下下去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永远会有一个担心 你永远都会害怕说 我现在到底是买对了还是买错了 如果你自己的投资心理素质 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我觉得你在投资的这条路上 你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 就像我们班小姐讲的这个一样 好 再来 故事的结果相信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杀四方 不过我是被大杀四方的那个就对 QQ 所以就是说很容易被割韭菜 那有研究报告显示 甚至确游上老师也讲 就是在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 80%以上的散户都是赔钱的 这件事情绝对是真理 绝对不可能是每一个人都赚钱 因为股市就是50-50 50%以上的人赚钱 50%以下的人赚钱 赔钱 这样子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但是台湾的散户又特爱赌 所以赔钱的基于又更高 这绝对是不变的真理 那后来的我呢 就再也不听信老师的名牌了 其实想也知道 如果投顾老师真的这么厉害 他就自己玩就好了 怎么可能还要抛头露面上节目赚钱 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 相信投顾老师的名牌 这边呢也给这些朋友一些想法 如果老师自己知道自己明天 乐透投奖的号码 他还会告诉电视机前面 毫不像是跟你一点利益关系都没有的人吗 这还是直接去投注 但下注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一只股票名牌内线 如果是我 我也是中压 我怎么可能还在跟大家讲说 明天一起来买 那我不是就是被堆高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你用人性下去考量 你就会知道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投顾老师的话可以听 什么都可以吃了 好不好 我们也不要得罪别人 但是我个人觉得 投资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建立自己的投资心理素质 你不要听信别人的名牌 到底什么是投资心理素质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当你的信心建立起来之后 你也知道你自己在买什么 你也知道这个 这个个股 或者是说你买的指数的标的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不管它涨跌 你都不会害怕 它跌越深 你越愿意买 为什么因为越便宜 好不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是gambling 是一个股 就叫什么 赌博 就像我在理财链消费里面 我跟CTL大大每次 这个节目里面聊到 就是说 如果你把投资当做是一个赌博的话 那你赔多少 你心理素质受不了 你就会出场 你出场就是认赔 就是真的就输了 所以我觉得你的投资心理素质 如果建立起来的话 很多事情很多无谓的金钱损失 你都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第三集白小姐的这个故事分享 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人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都只听名牌 报名牌 然后听其他人讲 叫你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我觉得你真的会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就是你的钱都被别人吸走了 非常重要 也非常写的一个故事 请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投资判断 不要人家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把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这个我们的投资比赛 前哨战的故事 就会放送到你的email里面 你就可以来看了 我们每周更新一集至少 或者有时候两集 那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 都是听信别人的名牌 去买股票的呢 也赶快欢迎你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大家看 叫他不要再做蠢事了 因为你这样子只是被人家割韭菜而已 非常的可怜 自己辛苦赚的钱 居然还会被别人收割走 这是太愚蠢了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